黑色星期五 网络星期一 这种代表强大购买力 但又局限于美国地区的零售现象 最近几年都被一个以中国为砥柱 市场涵盖全球的名词取代 那就是双十一 无业钟声响起 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大引入定格 销售额打破纪录 不用质疑各界关注的是打破多少 其实从开麦那一刻开始 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购物广场 已经不断自我挑战再超越 1682这四个号码的数字力量 代表的是中国新零售业的全球地位 这是双十一狂欢节第一次在周末举行 全球225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 点击购买的背后 是一种生活消费新形态 真正落实了自由贸易中 商业无国界的承诺 讽刺的是 还不算自由开放市场的中国 正走在前头 往未来 我想今天的双十一的样式一定会改变 我们一定会产生不一样的双十一的形式 但是它的前提是 我们一定要继续在基础上不断地创新 只有不断地进行基础创新 并且在此基础上 使得原来的商业的创新的想法 从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给大家呈现 完全不一样体验的双十一 庞大行业的背后靠的是人力与人工智能的无缝合作 支撑每秒三十二万五千笔交易规模的 是高端的技术 而将数以一计商品送出 牵涉的批发和零售人员是一亿两千万人 在工业革命四点零被指谋杀就业机会的同时 其实只是在创造另一组职业 如果说这是一场商业奥林匹克 那么中国正在领先